喵喵喵 喵喵喵 攝影又有新搞錯啦 這次拍的是唯一電影喔 男女主角就是Savon的炫謀伴手 男女冠軍李漢華看你啦 兩位出出茅廬就扛下了男女主角的位置 心情是怎樣的咧 要真的要充分的準備 做了很多功課 然後跟像Teddy導演請教了很多東西 所以今天拍攝還算順利吧 我都不知道我是Blur還是緊張好 差不多每一次導演還沒有喊Action 我就演了 因為他怎麼怎麼Cameral Sound Roll 然後他們就靜了一下 我就以為OK 然後我就急著演 然後演完了導演就講 我還沒有喊Action 然後我的頭腦裡面就得 他們所說到的大導演就是Teddy 陳立堅大導演啦 除了是這部為電影的導演還身兼編劇啊 我創作靈感是因為我找不到編劇 沒有我創作靈感的確是來自 來自因為我們做這行很多時候 跟家人聚少力多 所以失去的那些時間追不回來 所以有很多時候在想說 當要講一個故事讓人家覺得有共鳴的 的確就是過年的時候回家 以外還有什麼時候我們要記得他們 或者我們覺得他們重要的 所以完全是來自親身經歷啦 這個故事完全圍繞著家庭 所以希望平常大家有時間可以打個電話 或者是報告平安 互相保持聯繫的那個想法 放在這個故事裡面 這樣說來 感覺上這是一部感人的親情電影喔 Teddy喔 看你怎麼會是這樣的這個look呢 他說用了兩天的日子來克服心情呢 我一開始真的很難接受 因為我以為這個角色是很可愛 然後穿到那麼斯文 那麼女人味 然後頭髮已經搏去後面 然後 我用了兩天的時間去克服 每一天我都把頭髮黏去後面 因為我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很喜歡躲在頭髮後面 然後現在沒有頭髮躲啊 我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OMG 怎麼那麼多的美女 聽說這般Girls跟Leon都有關 導演先生 你對Leon你太好了吧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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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越來越好奇 這部委居裡是在說什麼的呢 週朵1月開播 飯事報導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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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